這個各位可以看到的這個畫面就是 那個陳述跟被陳述如果一樣的話 那就幫我把 這個顏色填上去 當然不是叫你塗髮鏈剛慢慢填 而是希望呢 你透過什麼呢 比較有效率的方式填 那這邊的話我們可以用一個功能 就叫做 設定格式化條件 OK 這邊設定格式化條件還蠻好用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今天希望 陳述跟被陳述 這兩個如果一樣的話 那就是把他的底色 填上什麼顏色呢 填上 題目要求的 這個顏色我看一下提供的顏色是 他說要把顏色繪製成什麼 橙色 OK 然後不可以變動那個框線設定 而且 基本上呢不是叫你用 手動的 不是說叫你說 把這個地方油漆桶填一下 油漆橙色這個 不是一個一個填啦 如果你這樣子的話 變成你要填九次 所以首先的話第一個 請你把 你要找的範圍先選起來 就是99乘法表 從B4一直選到 C的12 第二個的話 設定格式 設定格式 條件這邊 記得新增規則就可以了 新增規則 然後呢規則裡面的話呢 當然有什麼規 規則可以 達到這個效果 那你會發現他總共提供給你有 六種方法 不過你會發現 這邊找來找去 基本上好像都沒辦法滿足 我們要的這個條件 所以 最後面這個 用公式 來決定 OK 那公式怎麼決定 這邊注意 其實你會發現 底下的這些資料 他的來源都來自這個跟這個 所以如果這個跟這個相等的話 那這邊是個條件 他說如果公式為True的時候 True喔 那就執行下面的格式 所以呢我只要在這邊弄一個 公式就可以 什麼樣的公式 如果 所以如果 如果特別注意喔 請 那這個設定蠻特別的 就是說他開頭一定要等號 等號有點像當什麼 當什麼條件為True的時候 所以當先等號 當B4 B3 等於什麼呢 等於A4的時候 OK你可以用點的 但是點完之後你會發現 他會在前面 增加什麼 前的符號 那這個指的就是固定的位置啊 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假如說固定位置的話 我們設定格式 格式化一下 如果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就幫我把他的顏色 特別重要不是字形喔 記得是填滿 把它改成橙色 那橙色應該是這個吧 橙色把它點一下 按確定 當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做這件事 做這件事 不過你會發現按確定之後的話 有沒有結果呢 全部都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等於是 鎖定的 等於是把這個範圍 全部都鎖這兩個固定位置 這兩個固定位置 有沒有一樣 有嘛 所以全部都 那 可是我不要這樣子的一個 所以 把它 管理一下 把這個點兩下 或編輯也可以 如果說我今天是希望說 變一下 就是你如果換下一個 他的規則這樣 他會幫你把 這一個你選的範圍裡面 每一個儲存格 這個裡面每一個每一個 都幫你把前面跟後面 這兩個資料調出來 比較一下 所以如果你要讓他 變動的話 記得 請你在那個 這個地方改一下 把那個 B3的B 前面這個 錢的符號拿掉 有點像剛剛我們在做那個公式有點類似 然後把A4的4的 錢的符號拿掉 意思就是說 讓你變動一下 換下一個換下 而不是說一直固定值這兩個 如果一直這兩個 那全部都會是 那可是如果你讓你可以 往右邊變動 往下面變動的話 那你再幫我比比看 如果比完之後呢 假如也一樣的話 那就幫我把什麼 把那個 這個這個顏色變更 按確定 最後結果會怎麼樣 看一下 確定 有沒有 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會是題目要的 OK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特別是 1選取 就是 這部分 2的話呢 新增規則 新增規則之後的話 請你在這裡面 輸入這個公式 OK 就是 B3 當 B3等於A4的時候 就是說他前面這個 乘數跟背乘數 如果一樣的話 那就幫我填滿顏色 填滿什麼顏色 橙色 OK 所以請會變化一下 假如說呢 我希望按照同樣的 這個邏輯 我希望怎麼樣 我希望另外一邊 也就是說呢 把那個什麼 把9 乘1 一直到 1乘9 這個斜邊呢 也幫我填 黃色的話 不是叫你用一個一個慢慢填 填一個 填兩個 填三個 而是怎麼樣 而是希望用公式 來完成的話 類似像這個地方的做法 那 該怎麼做 OK 想想看 斜邊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方式 就是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第二個的話 插入一個新的規則 那 公式來決定什麼呢 特別注意 當 所以先一個等號 當這個 這個條件 所以他們規則性 這個加這個對不對 所以前面的話是等於是以這個當基準 這個 加上後面這個的時候 他的結果等於多少呢 你會發現 相加等於多少 加起來等於10嘛 所以你可以這個加什麼 加這個 所以你可以這個 B3 加上A4 如果等於10 這個條件為True的時候 那就幫我設定條件是為黃色 OK按確定 那特別是你點的時候他是完全鎖定 是兩個 所以兩個下 那你現在按確定應該是沒有 沒有 沒有結果 為什麼 因為他是固定的 固定在這兩個 但是如果你要讓他 變動的話很簡單 也是跟剛剛一樣 請你把B前面的前的符號拿掉 然後把4的前面前的符號拿掉 好 這樣的話理論上應該 就可以滿足 我們要的結果了 有沒有兩個 乘數跟倍乘數 兩個 相加的結果等於10 按確定的話 有沒有發現 對角線呢 就有一個 黃色的填滿 那你會發現 後面加的會把 前面的那個有沒有 本來這邊應該橘色 然後後面加把它蓋過去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最後的話甚至你可以變化了 如果今天希望 幫我把這個5的這個全部填 再填一個 比如說如果5的部分填 其他不填的話 其實很簡單 如果假設 同樣方法 在新增的規則 如果5的縱向 填的話 那規則是什麼 當這個 所以當等於 當這個 應該是這個而已吧 當這個裡面的值等於 等於5的時候 記得 一樣 這個錢的不然拿掉 然後設定一個格式 比如說底色 我想要填一個 這個淺綠好了 OK 有沒有 那他就會 當他是5的時候 所以縱向這個應該會填顏色 有沒有 其他不會填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啦 所以這個其實還蠻好用的 以後只要 針對你要選取的那個部分的那個 儲存歌可以 就完成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當然提 那個考試 正照考試題 其實只有做這邊 這邊跟這邊是我自己加的 OK 這樣你想說 老師那我可以橫向的 橫向當然可以啊 怎麼樣 自己試試看好了 橫向的話就是 第一個要選這個 然後如果是5的 橫向5的話 那就是 當 當的話就這邊等號 等於 當A4的這個裡面的 應該是 A4應該是 A要保留 4不要 等於 如果5的話 等於5 這樣也可以啦 然後設定一下 比如說一樣 淺綠色的 這個好了 淺藍的 OK 按確定 那會變成 橫向的 所以你要怎麼取資料 就可以怎麼取資料 我其實設定格刷條件 其實還蠻好用的啦 OK 好那最後大概就這樣 你可以把它存檔 不過存檔之前 我們再做個變化 OK 那請各位把這個角度方法 拖拉 在 Ctrl鍵按住 拖拉加Ctrl鍵 等於做個變化好了 如果我今天希望 改一個規則 什麼規則呢 我希望這邊用那個 Column Colum M N 函數 和 and 另外一個函數叫Raw Column是藍 Raw是列 如果我今天需要用這個藍跟列的這兩個函數 幫我完成 所以你把這個 拖拉加Ctrl鍵 複製一個 空白 就是一樣的 這個 工作表 然後請你做一個變化 什麼變化 請你先把 這個裡面的 資料 假設 把它刪掉一下 那我如果今天 希望改一下 改成什麼 把它刪掉一下 裡面的規則 如果你要刪的話 你可以管理它 假設你要刪掉 這邊的規則的話 那你就把 這邊的這個工作表裡面的 這些規則把它刪掉 設定格式的話下面有個刪除 你就把 這個工作表的 這些做刪除 它就不見了 如果說我們剛剛是 我們剛剛的公式是用 這個 B3 乘上 A4 有沒有 但是如果說我今天 我希望 改成另外兩個函數 Column 插入函數 找到檢視與參照 這個Column 其實早上那個上過沒有提到了 那 Column這個函數 當然你如果直接按確定你會發現它裡面只有2 向右拉 向下拉 可是我現在不是要這樣喔 它應該是1 其實它就是B的 指的是藍 那我們可以如何把它變成1呢 很簡單嘛 可以把 減掉1 比較好 如果你減1的話 向右拉 有沒有1到9 向下拉 1到9 那可是問題來了喔 我希望怎麼樣 向右拉 就變就是 後面的話其實還可以 在 在 串接 所以串接 串接的話呢 裡面一樣做個x好了 我們先用x 所以x and 後面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用肉 ROW 小瓜糊 指的是你現在在哪一列 你現在在第幾列 第四列嗎 所以如果你打勾的話 它會變成1乘4 不對啊 我要1乘1才對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ROW後面怎麼樣 再減掉多少 減掉3嘛 打個勾 1乘1 如果你後面的結果怎麼 要把它 等於的話呢 很簡單 and 等於 然後呢 再把 兩個相乘的結果 放後 所以and 然後就什麼 其實偷懶一下 其實就是把這個 column-1乘上 ROW-3嘛 所以你可以把Ctrl-C 貼到這個後面來 但是這個and 就不是用串 而是用真的乘 所以中間把它改成乘號 有沒有 他 減了1之後 再乘上 他減了3 但問題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為 這個規則一樣 那個 跟數學運算一樣 它會 先 乘除 後 加減 如果你要先加減的話 那記得要怎麼樣 把它刮號起來 對這個規則一樣 所以記得先把這個 減掉之後 再把這個ROW-3 這個要 減完之後再乘 因為如果你沒有 把它刮符起來 它變成說 它會1跟ROW先乘 然後再去做減的動作 OK所以 結果應該說錯了 打個勾看看 然後向右 再向下 結果有沒有一樣 也是 一模一樣的 OK 只是說 這裡面的話主要就是延伸 學習 兩個函數 這兩個函數也非常的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兩個函數的話 以後 可能有些地方 當然你會有 做不出來那個效果 的可能 OK 請各位 試試看 剛剛主要 我們有練習幾個 就是 這個 這個鞋邊做一下 這兩個可以做 可不做 另外的話 把這個複製一下 Ctrl 鍵按住 拖拉 放開它就是複製一個 一模一樣的 這個 這個 工作表 然後呢 把 中間的這一塊 把它Delete掉 改成什麼呢 改成 不過可能裡面有一堆格式喔 所以你可以用什麼 管理規則 把這裡面 改成這個工作表 把裡面的規則先刪掉 然後 不要一堆的東西 然後再改成什麼 改成那個 Column跟Raw 我記得好像我這個 最後也有補充在雲端 所以你可以 假設你一下 記不起來的話 可以看一下雲端 補充的這個結果 畫面呢 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另外 就是九點八表旁邊喔 請各位自己再試試看 用那個Column跟Raw 把它分別完成喔